李泽厚的冷冻头颅遗嘱已得到执行 他在生前曾表示 他希望将自己的头颅冷冻 以便在未来几百年后 科学家可以通过研究他的大脑 来验证他的积淀理论 这个理论主张文化会影响大脑 而他希望未来的科学家 能从他的大脑中找到中国文化的痕迹 李泽厚在生前 已经向美国的Alco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 捐赠了8万美元 并支付年费 以确保他的遗嘱对以执行 他的遗嘱在他于2021年11月2日去世后 得到了执行 他的遗体被红化 而他的头颅被冷冻保存